下一套 治愈番組 治愈番 那國夏天 慘敗的青毛 我不可以預指番 什麼預指番 什麼那國夏天 等待那國夏天 什麼慘敗的青毛 等待的夏天 不好意思 這麼奇怪 又是長井龍雪監督的作品 劇情很簡單 也是這個boys meets girls 的故事 不過很特別的是 這個girls根本就不是地球人 是一個外星人 有什麼那麼不特別呢 有什麼那麼不特別呢 這個就是特別的地方 即是阿虛見到長毛有氣 阿虛也有氣 不要再特別一點 boy meet boy也有 去到後面都爆點成敬 也是boy meet boy 又是宇宙人 有什麼那麼特別 基本上就是講主角 主角應該是男主角 就是海人 海人就遇到那個外星人 不知道怎麼降落地球 一下 一下的故事 一下必失勝 是IS那個嗎 這個故事展開很普通的日常生活 只不過插多了一個 那我幫你看男子高中心的日常 那個就不同 那個就是笑片 這套就是青春片 雖然有外星人 其實是講一個食物鏈的故事 食物鏈 不是啊 食物鏈最頂層是誰 花爺 頂層當然是檸檬學者 那下面呢 下面呢 下面那個就好 他有五個 他有五個 五個人 五個人 不是金字塔 你讓我先說吧 像是瘦棋一樣 男貓吃老鼠 我給你故事展 我給你故事展 故事展 就是男女主角 基本上就是 互相喜歡對方 但是他那班好朋友 就一個喜歡一個 永遠都沒有誰說 基本上 說他就是 青毛就是喜歡的男主角 男又喜歡過青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喜歡男主角 鬥了一圈 沒錯 基本上就是 一個喜歡一個 但是就 另一個就 看著他 就很慘 知道他 喜歡另一個 這些 他的故事就說到 那個男主角 就很喜歡去攝影 藉著這個機會 檸檬學者就 跟他說 不如 暑假的時候 就拍一部電影 本來就打算 令到他們的關係 會不會有些 演變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地方 不是 攝影 跟錄影 甚麼事 不是 拍電影 錄影 他不是拍照嗎 不是拍照 你猜 像之前那一套嗎 為甚麼 為甚麼 那一套 那一套 有個男主角 又很喜歡去攝影拍攝 然後 又有個外星人 然後又有個地球人 三個年 你那套中文是甚麼 一起去玩 不是 貓人 直譯 不好意思 直譯 換貓耳樑 換貓耳樑 是呀 換貓耳樑 我沒有另一套 四八套 一樣 一模一樣 外星人 等級差很遠 這套外星人 會被MIB 逐袖 那套沒有貓耳 那套沒有貓耳 那套科技高很多 如果你這樣計算生奶檸檬 MIB分部會員 就是SARS Recoot 裡面的那個 胡叢月角色 黑頭髮那個 是一樣的 那套 那套是一樣的 男女構成的 那套是一樣的 那套是一樣的 大套 差不多 那個劇情 基本上都是說清楚 那套女主角也是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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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女主角是正常的 基本上 基本上有不同屬性 那套女的那方面 就是二次換伴 那個 那個就 遇上了 就 什麼叫遇上了 不是 那套 你也知道 根據某個人的定義 這個青梅竹馬 是遇上沒有好結果 青梅竹馬是沒有好結果 我以為是BM不平 這個很肯定 即你六歲之前認識 跟著演化心學 六歲之前認識一個女兒 就沒有年來 你學蕭生 基本上就是這些同學之間的故事 不過最重要的主線就是圍繞當她身為一個地球人的男主角 和一個身為外星人的女主角 她的感情進展到想互相稱為情侶 但很明顯的圍繞是去到後面一定要分開 如何達到主線 你們覺得如何? 這個分開就是以復合為前提的分開 最後又回來了 那她的感動位你覺得做不做到? 都做到 她分離的感動位也做到嗎? 也算是跟她之前的劇情有首尾呼應 女兒為了找回記憶而來到地球 然後最後就... 尋找他鄉的故事 她的主角是為何要來地球 因為她的記憶中會有一個地方 一個景色 一個景色 但她查到這個就在地球上 這麼堤悶的心內風景 我不知道 但她的劇情帶到就是這樣 你這麼多很清淡 我想她的劇組就是安一個理由 為何要來地球 安一個理由給蘭祖宇宙後宮而已 沒事的 她又不是開後宮的 這些不是後宮片來的 她很專一過頭 我覺得是青春片來的 她完全應該開雙翼 我想問她會不會很催淚 整套東西 催淚 看看你去到後面會不會有那種 男主角和女主角的身份很不同 強迫你分開 那種感覺 看看你對這些會不會有一個共鳴 阿哥人認為最催淚的地方就是青梅竹馬 從第一集開始 雷目到最後一集 那這些沒辦法 心有所屬 劇情主要帶到就是這樣 看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說 有啊 我覺得以JC的作品來說 算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不是啊 她整套OK的 故事大朗 即是感動位 她沿途過整個故事的主線結局 那我也覺得都做得不錯 但是如果你說沒有這種共鳴的話 我覺得就未必每個人都覺得好看 可能會有時候會覺得悶一點 尤其是中間那幾集 如果她不帶到主線的話 中間那幾集你可能會悶 中間好像有一個女的 無緣無故插出來 她的男主角聲回中馬 我就不明白 為何一個男主角可以有這麼受歡迎 我不明白 三萬力長的東西你不能解釋 因為她是身為主角 她有光環 哪個男主角不順利 設定上來說 他旁邊的那個人比他更帥 設定上來說 但是那個 不是她沒事而已 她有很多的 所以是否見到兩個新出場的女主角 咦 這是誰來的 一個就一個 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LCO 基本上這套就會大致上是 今季的治癒班組 都幾平淡 我也不知道 平淡中清清的 這個 平淡會很重有味 最重要是有一個特定組 最重要是有一個黑超特定組 最後一集才露出MIB 其實那集 檸檬學者說到她是MIB 不過這是一個提供笑料 基本上 因為檸檬學者 她是否是MIB 其實就無所謂 對劇情 她背後是有些東西 但劇情是沒有影響 你見到她懂得開車 她那種新高 她懂得開車 而且那輛車 是可以變成機械人 你說 大王芳芽 變成金光芽 對 她做到後面真是好笑 你說她是外星人也好 我都比較接受 原來真的是MIB MIB 即是地球真的有個MIB 有個女兒跟你說 我可以打得超級賽 原來她真的打得超級賽 她好像跟MIB致敬一樣 做得好 原來MIB也是很OK的 儀欺一下 好像是沒有跟外星人接觸過 差不多 她MIB應該也有跟外星人接觸過 但為何女主角被拐走的時候 又沒有出馬 最後一集 她要給男主角表演 是特別顧問 對 寵物已經可以做到特別顧問 可想而知MIB的情報 是有多麼低落 不是 如果身為一個外星人做過顧問 那下落得的資料就比較多 很正常 不過這個不是很深究 不是劇情 最後她也回來了 最後一集有一個很大的導致點 你可以說 她是駕駛一輛車 然後混爛到主角去那個地方 但是第一隊就駕駛了電車才離開 之後一個就跑下車 之後就留下學者 拿著車跟外星人戰鬥 但是那兩個人是跑步 但是最少趕時間就是那兩個人 沒有問題 這些叫做冰分兩 冰分三 只要我放多一架東西 你就沒有人可以擋到 不是她放了很多架 所以最後被人包圍了 不是 最重要是她拿一些瓶去死 不會死的 這一套 什麼叫我先 你電口 很高速的戰略 這些 你先想想那些導彈 外星人的導彈 不知道什麼 迷之科技 M.I.B.都有火箭炮 可能會死人 整排放出來 不要緊 有班M.I.B.要保護它 一有危險的時候 立即發射火箭炮 炸外星人的機體 這裡就是這樣 下一套 好 我正在上邊職位 Kill Me Baby 有沒有人看 Kill Me Baby Bye Bye 直接叫Kill Me Baby 我幫你套租 照錄的 放送未典的 你收給我買 好快 好 我去殺寶貝 我買了他的衣服 Please Kill Me Baby 不是Baby Scue Me 好 OK 好 是不是錄影了 沒停過 好 回來 有什麼 說 我們終於說回這套 起初我們罵到啪 在這的 Kill Me Baby Baby Please 其實是不是走爆笑的路線 其實是邦文社的 爆笑四格漫畫來的 那麼小弟都買了三款三棋 聽說你找頭神燒燒 不是啊 聽你說新番介紹的時候 你這套 這套不會看下去的 我們要破下限或破地獄 在這一次 其實大家要找回整篇 十三篇 其實有沒有角色再變化 其實跟頭幾集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變化 那就應該 Kill Me 應該不看下去 只剩下四個角色 就是捷暴 Sonia 不知 還有沒有角色 第四個角色是沒有角色 沒有角色是一個名字 因為他沒有名字 就叫沒有角色 叫沒有角色 沒有角色 這麼搞笑 丁公李衛配音 那個角色沒有名字 那就是叫丁公 還有一個阿伯 阿伯會做一些更長的 或者什麼 Iru Yasumi 其實是非常難聽的 基本上主角的群是很少的 大家都知道Sony是殺手 去做一個高中生 其實他沒有什麼 我很少見他拿槍 不過拿刀就多 但是你說 如果殺手在整套東西的出現 我這麼久以來只見過三個 五雞恐嚇信那些 一個就套著頂帽 然後因為人們扔錯了那個錶 扔錯在旁邊 然後殺手原來發現到他 然後無故自己衝出來 找死 第二個就是兩個就扮捷暴 扔這個好像 等下三個節部出來 其中一個是真 然後叫Sony猜誰是真 這些是非常無聊的 暗殺方法 你覺得是暗殺不到的 其實也看不到Sony有一幕是會殺人的 一幕是沒有的 這個也不會見血的 我直覺上覺得 有 四架很難 我見過 節部因為刺傷手 被刺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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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永遠不會死的 他永遠不會死的 他永遠不會死的 主角 十三集都是一條大樓 接部就找些東西去玩 然後叫Sony去玩 Sony說不玩的時候 他就找東西去套租Sony 然後Sony想打他 很興奮的時候 接部就套租他 然後Sony就打他 公式化的 十三集都是這麼公式的 還有當然 如果有些東西要玩 或者要做些設備 就叫忍者不繫下廚 就出來 做些東西 變化魔術 例如 用忍術 令到叉變彎 這是不是第二功能來的嗎 大哥 或者叫他買一些遁地 火燒的忍術 我想問你有沒有出牌 可以拍賭神2012 五條煙 類似那些 有五支叉 不然 會去玩一些很日常的 其實在大廊都是這樣 你不會覺得悶嗎 這套呢 要去找一些腦子輕鬆去看 就是一個人 不用腦子去看 一片胸白 不要去心灸 因為張狐腦 你不要心灸裡面所有能力 總之看見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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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卡卡卡卡卡卡 卡完了就算了 我聽你這樣說 好笑 我聽你這說得好笑 好像在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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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是不是這樣說 即是好像看AGE第一季 類似 不是呀 鐵絲得了B 總之你不要帶腦子進去看 你就OK的 不要擺放太多感情 為何這樣 擺放太多感情 其實這套東西是否為那些 約良服務的機構而知 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故事簡介 就是殺手和無論如何 超級日常生活 第二是說有些暴力 其實都是很無聊 整個狼狼就是這樣 最後都是沒有變過的 當然如果計算其他角色 有些紅、狗、貓等類似 如果計算到這些就沒有 其餘就真的沒有 還有一些 旁邊那些小朋友 跟他們玩捉迷藏的小朋友 沒有了 整套戲就完了 那你推不推介那些人去看 如果你是很無聊的 晚上好空沒什麼做 沒有什麼做到很空 或者想腦袋一變空白 只是抹大口在那裡笑 這樣可以的 其實我可以建議另一個說法 就是當你發覺 國際堂只在娛樂無窮的時候 你可以打開一套東西來看 類似啦 他又不是去到悶那種難題 因為你始終有得笑 還是笑那種 你總之不 炒笑 你看完十三集 你看完十三集 你忘記了個故事 都沒有故事 你這麼說真的 有沒有故事 你現在叫我回到十三集 有什麼說 我都不太記得了 可以是為一記得 你那人不留下 真的有得笑 熊人不是叫夢熊 不是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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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得我 你叫我回想一下 故事有沒有什麼大廊 有沒有什麼特別大的 例如打架 打鬥場面 真是很無疑 四格就應該不會做到 最大見譜都說 多一隻手指 那麼低落 你說有什麼見譜場面 有什麼打鬥 沒有的 沒有要求那麼多 說真的 我們其實都沒有什麼要再說 四少都沒有要求 有這麼小聲 有這些Fresh技術的動物 我覺得他會有很多錢 我覺得很便宜 我覺得他挺好賺 我覺得他 都OK 他熬了十三集都挺厲害 他還要做十三集 是不是十三集 十三集 我都以為十二集 我都以為十三集 想說什麼 其實玩來講都差不多 都是做那些trap 不是 還有多個殺手 他以為是蛇 殺手是蛇 殺手出來被蛇嚇到 然後跌到坑裡 然後被Sony捉了 對了 全四個殺手 對不起 沒有了 殺手看不到樣子 我告訴你 真是無面人 所以大家 小笨式的東西 算了吧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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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